十分访谈 我们今天来关注马来西亚政治 马国首相慕尤丁自去年 在国会以微弱的优势掌权之后 一年多来他屡次面临逼宫的危机 那么这次他所提出的跨党派合作 被在野党籍巫统拒绝之后 不得不承认 没有办法获得国会的多数支持 只能带领内阁向国家元首提交辞呈 是 那么接下来 马国政治权力的斗争会怎么样去演变呢 而政权最有可能转移到谁的手上 我们欢迎两位时事评论员 首先就是钟天祥博士 另外就是蓝志峰 二位好 两位好 两位主持人好 钟博士好 首先要请教钟博士 我们知道现在国家元首是暂时 让慕尤丁担任看守首相 那么直到选出新的首相为止 那么这个挑选新首相的程序 会怎么进行呢 钟博士 是啊 马来西亚今天的这个政治局势呢 可以说是历史在重远 那么混乱情况 或者是选首相的情况呢 跟去年2020年2月24号的时候呢 当马来西亚突然宣布持续首相 自卫的时候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当时呢 由于马来西亚一意孤行啊 所以最高元首呢 就按照这个国家宣法赋予的权力 在委任新首相之前呢 先由马来西亚担任这个过渡首相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呢 才委任这个慕尤丁担任新首相 然后组织新的国盟政府内阁 所以现在轮到慕尤丁辞职了 17个月后的今天 那么最高元首呢 也同意让慕尤丁担任看守首相 直到选出新首相为止 那么当然这次慕尤丁是在行私所必 不得不辞职 主要因为这个巫统呢 过离缓 导致呢 国盟政府呢 无法控制在国会的这个多数 所以今天慕尤丁走了 自政只有17个月 那么老马比马哈迪呢 过去20个月还短命 所以虽然他向这个元首建议国会解散 然后进行新的全国选举 但是王公呢 认为马来西亚目前这个冠病疫情呢 很不适合进行大选 所以呢 元首会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 接受了慕尤丁的辞职 然后以他的方式来确认目前 有谁在国会里面能够获得多数议员的支持 然后就会委任那个人出任新的首相 主持人 那么在这个联邦宪法下呢 国家元首是否得在什么样的期限 之前委任新首相 而这个新首相 是不是一定要从这个政党的提交名单当中 挑选出来呢 蓝先生你怎么看呢 其实委任首相是国家元首的全权决定 那么元首呢 是根据陛下的这个判断 认为哪一位国会议员获得多数议员的支持 然后委任他为首相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各政党的党规提呈的名单仅供参考 并不会影响到国家元首的判断 谢谢 那么志锋 在你看来 哪个政党 甚至是哪个领袖 担任首相的呼声是最高 也比较能够稳住目前的政局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首相职位应该就会是巫统的囊中物 目前备受关注的领袖有三名 第一呢 就是元任的副首相 Ismail Sabri 他的这个委任 如果是由他来出任的话 就能够有政策的连贯性 也符合慕尤丁的利益 不过呢 他将会面对巫统内官司派的这个反弹 不认为他有这个能力 而第二位受到关注的呢 就是元任的高级部长 兼外交部长 他有比较强的综合能力跟执行力 口碑跟形象也不错 但是他缺乏巫统的党职 他只是巫统的普通的这个党员 他并没有党职 他不像Ismail Sabri 他是巫统的这个副主席 而第三名名字被提起的呢 就是巫统的元老 东窟拉萨利 简称孤利 他是最没有杀伤力 因为他缺乏基层 他更容易进行政治操作 不过他远离权力核心 已经有差不多整40年的 所以他能不能够在目前纷扰的情况之下 维持政策的联关性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谢谢 那么钟博士呢 您怎么看这整件事件呢 有什么补充的 我想说呢 目前呢 巫统作为这个老大 他们一直想要有这个 在内阁里面有这个主控权 各个国家 所以呢 这个巫统最高理事呢 五个人呢 昨天晚上也开会了 提出一些名字 我们看到报道说呢 名单里面除了这个蓝仙所提的 他们还包括阿玛扎西和纳西本人 我想这两个人呢 官司在身呢 他们要再出任的话呢 或者是那就是不可能的 再先说了 那么阿玛扎西呢 这个我想他观影也很难了 至于这个孤里已经84岁了 虽然不算是老太隆重 但这样的一个老人 岂能有大作为呢 所以我想说 这个目前人选啊 我想还要等待 这个元首最后的宣布 了解 不过钟先生啊 这个慕尤丁 现在他就将首相的职位让出嘛 那么土团党跟巫统的合作 接下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而国民联盟 他的底下的成员党的结构 会不会也出现改变呢 钟博士 是 这个目前呢 在马来西亚政堂会业的人物 包括慕尤丁啊 包括甚至阿华 甚至马来西亚政堂呢 基本上都是老巫统 所以巫统呢 一直是老大 但是这些年呢 他们因为这个 各方面的这个前述啊 在玩弄 特别是马来西亚政堂 80年代领导以来呢 巫统领袖 几乎离不开这个金钱政治 所以导致他们现在四分五裂 那么基本上 慕尤丁成立的这个 或者是跟马来西亚政堂 当时成立这个土著团结党呢 以土著为名呢 跟巫统 以马来人为名呢 都是一样的 在这个思想意识上 甚至在这个政治 这个理想方面呢 他们都是为要 这个为多数的马来人 争取他们的利益 问题就是 马来西亚的当地政治呢 主要就是 依据种族比例呢 来发分的 所以马来人选民呢 会叛选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巫统 要在这方面呢 我想和这个土团党 怎么样来兵事前嫌 基本上他们就是看 这个利益的输送 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17个业 由慕尤丁领导呢 他也让巫统呢 很多的这个领袖呢 当官啊 甚至一些关联机构呢 都是这个 这个巫统的一些领袖 在担任 那么他们的矛盾呢 也因此而起 特别是这个慕尤丁呢 委任了这个 副首相之后呢 被认为是在分化 他们的利益这个合作 所以我倒是寄望说 巫统新一代领袖 比如说 今天只有60岁的 这个异乡母丁 或者45岁的 这个凯利等等呢 年轻一代 他们以新的这种斗争方式 来根据当地的 这种情况 跟老一代不同的 一种斗争的方法呢 让他们有机会 出来领导 否则的话呢 今天如果马来群众 看到这些马来政党 马来人物的四分五裂 和严重的内耗呢 如果他们 在下一届大选 转继支持这个保守的 包括伊斯兰党呢 那就是值得 我们非常注意的事情了 主持人 那么蓝先生 你有怎么样的 不同的看法吗 那么我觉得说 现在巫统跟土团党 目前他们最关注的 就是如何组成这个新的政府 那么在这个新的政府当中呢 巫统肯定是老大 那么土团党 他能够争取的 就是捍卫原本属于他们的利益 或者是做出最低限度的 这个妥协 那么对土团党来说呢 他应该会有两个主要的考量 第一呢 就是维持 慕尤丁跟土团党 在新政府的利益 第二呢 就是避免土团党泡沫化 因为土团党 他现在已经丢失了 首相的职位 他必须要确保 自己的势力跟实力 不会被巫统侵蚀 否则土团党会泡沫化 过去从巫统分裂出来的政党呢 都不会有好的 这个特别好的这个下场 比如说孤立在1987年 党争之后 他成立四六金生党 但是在1996年 就解散四六金生党 重回巫统的怀抱 所以慕尤丁 他不希望历史重业 他希望能够捍卫土团党的 这一个利益 确保土团党不会泡沫化 所以这应该会是土团党 接下来他要思考的一个方向 跟生存之道了 那么蓝先生 您估计这个反对阵营 比如说安华领导的西盟 或者是马拉第领导的祖国 斗士党 他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蓝先生 OK 根据今天下午的这个消息 就是反对党的领袖 召开了闭门会议 据了解要商讨 共主联合政府的事情 不过我倒觉得说 目前的情况 主要的player跟actor 都是巫统跟土团党 那么西盟的三个成员党 公正党 行动党跟诚信党 他们并不是主要的这个玩家 顶多他们只是过路人而已 他并不是拳斗的这个主角 不过如果新政府要维持政局的这个稳定 那么西盟就可以通过这一个方式 向新政府提出制度跟国会改革 以换取政府的这个支持 比如说在上个星期五 慕尤丁进行的这个垂死的这个挣扎 就提出了气象改革国会跟制度的这个建议 那么现在对西盟来说 他们应该提出的制度改革 然后迫使新政府同意 以便争取西盟的支持 而这个东西呢 也符合制度改革 以及过去西盟不断倡导的这个改革议程 而不是去跟新政府去去分配权力跟利益 因为这个权力跟利益呢 是非常短暂的 距离下一届国会建满不到两年 其实也没有太多东西能够让西盟发挥 钟博士你有什么看法呢 你觉得接下来西盟的动向会怎么样 而且安华出任担任首相的几率又大不大 我想安华作为这个西盟领袖呢 刚刚前几天过了74岁的生日 他比他大两轮的96岁的马哈迪呢 如今在这个多世之秋的马来西亚 算是老人了 实在是应该退进幕后 完全退出政战是最好 因为两个人斗争已经恶斗了20多年了 所以他们要打败巫统而上台 在三年之前了 所以西澳老马 陈也老马 巴也老马 哪知道老马突然间辞着 留下今天这个祸害 所以我希望呢 他们能够静下心来 看看马来西亚的这个政治 由年轻一代结上去最好 是 那么举行这个大选 也许可能化解这场所谓的 内耗很久的政治斗争了 但是马国目前仍然是面对 严峻的关闭疫情 国家皇宫也说呢 在现阶段是不适合举行这个大选的 那么根据你们的预测呢 下一届的大选 什么时候会举行呢 蓝博士 蓝先生 那么我先来吧 我觉得说 现在这个选举 不会在六个月内半年内举行 那么第一个机会之窗呢 应该会在明年 二月到四月之间 就是明年二月 就是农历新年之后 然后四月的 就是穆斯林灾戒月之前举行 这是第一个窗口 那么过了半年 所谓过了半年 就是说这个疫苗接种率提高 然后整个疫情稳定之后 第一个窗口会在二月跟四月 那么过了这个窗口的话 可能就要等到六月或者是八月 因为八月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庆日 国庆月 所以当时的氛围会比较适合 对这个从政者或者是当权者来说 能够凝聚爱国的这个氛围 所以它会有两个机会之窗 明白 相信马国政局接下来 也会很多的波动 也会让大家继续的密切关注 今天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谢谢两位 谢谢 好那么一起进阶 这个数码进程加快 而时尚圈内呢 虚拟模特也开始走入我们的视野 有本地的时尚摄影师和服装业者 看准新的趋势 打造虚拟模特为时尚增色 烧着虚拟新北度 去了解虚拟模特有哪些优势